嗨 大家好 我是小梅 今天又要來錄新家開箱啦 不知道上片的時候會是什麼時候 總之在一月中的時候 就是我突然又蠻 蠻臨時的就又搬家了 其實本來是就差不多合約就倒起來 只是剛好在這段期間之內 找到了一個新的室友 就決定搬到了一個交通比較方便的地方 剛好一月中的時候 沒什麼工作 沒什麼工作的時候就正好 抓到時間可以搬家了 所以今天呢就來拍一下 我新家的樣子給你們看 而且我們這次新家有四隻貓咪喔 超開心的 超級溫馨的貓咪小窩 那我們就先從客廳開始好了 呃 非常非常的亂 但可以呢先給你們看一下客廳的樣子 這邊就是我剛剛開場坐的沙發的地方 然後呢還附帶了我之前舊家的 兩個懶人沙發在這邊 這個是BUBU 室友養的 室友總共養了兩隻貓 一直叫BUBU一直叫癢癢 這個是BUBU 但是男生客廳就放了非常多玩具 因為室友呢也是一個 玩具熱愛收藏家 所以呢我們這邊呢就放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呢因為我們跟廢物女友是朋友 所以這邊也放了很多廢物女友的周邊商品 呵呵呵呵 看超多有的沒的超可愛的 然後滿滿的遊戲片 室友有四個Gamer喔 每天都沉浸在玩遊戲的世界裡面 非常開心BUBU啊 你有這麼喜歡他嗎? 新家有四隻貓的關係 所以現在有四個貓砂盆了 兩個貓砂盆會放在外面 然後各一個放在房間 然後這邊是有一點類似倉儲區的概念 我們後來發現我們兩個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因為室友也是女生 然後我們的那種玩具啊雜物都非常多 然後我還有這個商贈品區 呵呵呵 就都放在這邊 這邊都是這個抽獎的 呵呵 過年要抽獎抽給大家的 什麼耳機鍵盤滑鼠啊 全部都堆在這邊 然後還有很多娃娃 然後雜物 貓砂 幹嘛呀泡泡 現在就變成一個貓咪玩樂的小天地 他們都超開心的 都會在這邊跑來跑去 好可愛喔泡泡 泡泡 之前放在我倦家的房間裡面多有沙發 然後電視 我房間的電視還沒有裝上去 因為我想說 可以用那個懸被吊起來 然後但是就是之後再慢慢熟 然後這邊都是貓咪區 就是貓咪的食物啊 然後貓咪的罐頭啊 零食啊 跟一些無謂無謂 就會放在這裡 掃機機器也還沒開始用 還沒整理好啦 神秘的室友 我要回頭嗎 可以 我還沒有比較回頭 可以可以 這樣就可以 室友的房間比較小一點 這是我的房間 很亂 輩子都沒有折 稍微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 這是我電腦直播的地方 然後有 有架很多燈 最近其實很多人在問我 我是怎麼架的 那因為就真的蠻多人問我 我實況的燈到底是怎麼架的 我想說那趁現在來給你們看一下 我平常開台的時候燈是什麼擺的好了 首先我會關掉我房間的大燈 我總共有兩盞 一個是攝影棚用的持續燈 這個是60瓦的 然後很亮 然後因為我還有加那個揉光照 所以它光的那個面積就會很大 正面它還是沒有辦法全面很全面的照到 所以我旁邊還會再加一個環形的補光燈 我就會這樣 然後環形的它會比較靠近視訊 然後這樣我在靠近視訊講話的時候呢 就會眼神就會有光 然後看起來就會 就是很很完整 因為前面呢這個是照人的嘛 就是前景燈 然後後面呢它也會就是比較暗暗的 所以呢我後面也會補一些燈光 像我後面我房間這邊 就會補一些比較暖燈的東西啊 然後我後面還有這種 聖誕節的特殊的小燈泡 這樣子背景上面看起來就會很有感覺的 再來呢 來帶你們看一下我的廁所好了 室友的廁所 女生的廁所比較害羞 我不要給你們看 但我可以給你們看我 我的廁所不錯 噔噔 後面呢這邊有乾濕分離 一個浴缸 重點是這裡 這邊有 這個叫什麼 浴室空調 然後很冷的時候都可以開暖氣 然後跟洗完澡的時候可以開乾燥 還有這個 免治馬桶 超爽的 我現在每天起床 都一定要 不是我現在都一定要開 因為每天起床就是 噔馬桶的時候 超爽的完全不想離開 爽到一個不行 廚房超漂亮 帶你們看一下廚房 登登 上面還有烘碗機 有沒有全新的廚房 還有氣炸鍋 跟室友提供的超強微波爐 還有我提供的 膠囊咖啡機 跟奶泡機 還有 感謝紅牛爸爸贊助的紅牛 還有 廚房都是全新的 然後地板也都是大理石 所以目前這間 真的不論是廚房啊 房間啊 還是浴室 我自己都超級滿意 然後後陽台就是曬衣服的地方 然後因為有太多害羞的東西了 所以就不帶你們看後陽台了 噢還有一間比較特別 因為 我們兩個的房間都已經 被電腦桌什麼的堆滿了 所以呢 我們就一起把其中一間房間變成 女生的更衣室 我先看一下我有沒有收好 啊有有有有有 然後呢 後面這間呢 就是我們 梳霜打扮的地方 然後還有衣櫃啊 什麼的 就全部都放在這裡 然後這邊呢 也是貓咪鏡子進入區域 因為有時候貓咪太開心了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跳來跳去 然後就會把那種玻璃的化妝品啊 還什麼的都摔碎 所以呢 我們就規劃了幾個區域 然後不讓貓咪進來 這樣子的話 貓咪也不會一直闖禍 然後我們也不會 也不會一直不爽 笑死 雖然比較小 但是穿衣服啊 化妝什麼的 就都很夠用 然後我們就都會 購用一些化妝品啊 或者是香水什麼的 果然女生一起住 還是有好處的 四隻貓咪的玩樂現場 追逐站 其實他們已經 一起住了大概一週多了 所以現在已經有比較熟的樣子了 第一天的時候 他們都會互相哈啟 超好笑 你們就男生 敢不敢勇敢一點 他們現在已經 已經比較熟了一點 都可以 和平共處的 待在客廳裡面 然後昨天好像半夜還有一起玩 那從左到右 是帕帕毛毛 布布 然後後面這一隻是羊羊 長得四隻貓 追起來追起來 為什麼是毛毛在追啊 總之 希望他們試試的感情可以越來越好 羊羊是很愛撒嬌的貓咪 羊羊羊 羊羊 羊羊 好乖喔 其實貓咪真的還是蠻愛整縫吃醋的 一開始我如果摸布布跟羊羊的話 毛毛就會超級明顯的不開心 羊羊 妳好可愛 不爽喔 不爽喔 也是不爽嗎 好啦好啦不摸不摸了 泡泡 泡泡 笑死 除了我們這個 內部裝潢很高級之外 這裡有個很爽的地方是 有點爽也有點不爽 因為管理室很貴 然後但是因為她的公設真的很高級 尤其是倒垃圾的地方 我一定要帶你們去看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去掉垃圾吧 幹嘛 楊楊 怎麼了 突然叫我 你要跟我去倒垃圾嗎 楊楊 楊楊 喔 楊楊 楊楊是一隻喜歡說話的毛 好可愛喔 不行啦 你不能出去 倒垃圾的地方在這裡 哇 自動門 有非常非常方便的這個分類 垃圾分類分得非常清楚 然後你看 只要你靠近它 這個就是垃圾桶 它是自動會打開的 嘿 丟 再給大家展示一次 一般垃圾 就打開了 超級超級霹靡無敵方便 好啦 大概看完我新架影片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其實我們這邊租真的不太便宜 然後我自己有稍微比較多出一點 因為畢竟我辦公跟睡覺都在家裡 重點是我們這邊離捷運 真的超近 走路一分鐘就可以到 雖然還是比較貴 但是整個環境跟整個 就住起來的感覺 我都是超級超級滿意的 而且重點是我們現在有四隻貓咪了 每天都被貓咪圍繞超級幸福 所以希望之後呢 可以多拍一些關於貓咪的影片 然後可以讓大家 多多認識他們 好啦 那今天介紹就差不多 到這邊告一段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留言 你可以告訴我 看了我新架之後 你感覺怎麼樣啊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